最初是因為家裡的生意由我媽媽創立 到爸爸那代 到我現在這代 第三代 當初是畢業 覺得回家幫忙比較便利 亦都因為收入 但做下去就覺得這個工作的意義都很大 所以都經過一段時間的實習之後 我都全身投入在這個事業 難忘的經歷 我試過處理一些比較複雜的遺體 就不可能是一些跳樓的個案 或者一些交通以外的個案 通常我們都會比較難去處理 譬如我們有一個過程 叫入臉的過程 我們要將遺體放在棺木裏面 初初我做五工的時候 我一入行做五工 就是參與其中 要去做一些搬運遺體的工作 那時候的經歷都是蠻難忘的 因為雖然我本身都有心理準備 但始終你實體去見到一個比較 不是那麼完整的遺體的時候 心裏面都會有一點點打個凸 是這樣的 如果行內術語的話 通常我們會叫棺材做板 然後棺材都會有分中西式 中式的棺木我們還會分 可能我們會叫做白底 白底的意思就是你看到中式的棺木底部 是真的白字形的 有一些叫做蓮花 蓮花底是向內的 白底是向外的 這些就是我們行內通常會用的術語 簡稱 如果你說忌諱的 其實最重要是對先人抱著一種尊敬的心態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可能要接觸遺體 還有一些我們要接觸客戶 先人的家屬 我們說的話都要很小心 一定不會說再見 或者不會說一些不吉利的話 再令到人更加傷心 那就不是那麼好 初時都覺得反而是好奇的 我可能認識很少人做這一行 還要是自己家的生意 他們會很好奇想了解更多這個行業的內容 始終可能無論是傳媒或坊間 談都不會談到這些話題 但知道你是做這一行 他們很想知道我的工作的內容 經歷會是怎樣 有機構打得更多的 展示施否則 是全部所謂的 有機構打得更多的 有機構打不轉 優雅